陈先生在听完您对整个事件比较详细的叙述之后 我对其中的很多场景都非常的能感同身受 因为我自己家里也养了两只猫 其中一只就是在家楼下捡的小流浪 那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您看一下 就现在探索整个流浪猫这个救助的模式 已经变成了您的一个事业了 我们这么理解对吗 是的 那为什么在合伙之初没有跟您的合伙人讲好利润的分配问题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第一点就是我的那个前合伙人 他对于自己投资多少这个并没有明确说明 包括他之前对我的一些承诺 所谓就是说他的能力如何如何 这个我当时是无法判断的 所以只有说经过我们合伙一段时间之后 在那之后我才考虑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利益分配或者是股权分配 蠢喵二人组的这个账号是您自己亲自在运营的吗 一直以来 对这个账号是我亲自运营的 在合伙之前的两年包括合伙之后的一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运营 我刚才看到这个告知函他在第一段中就说你是没有经过他的允许在他那个猫城堡在那个房子当中有拍摄 然后有传播一些视频对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还能不能够清楚的记得当你发的就是第一条和这个房间和这个猫城堡有关的视频是什么时候 是在2020年就也就是去年的11月底左右12月份的时候我们发布了关于猫城堡改造的第一条视频 也就是他在将近一年之后向你发出了这个告知函说你是未经他的允许来进行拍摄的对吧 是的 其实他应该就是很早就已经关注到你的抖音账号了解过你这个猫城堡的一些状况对不对 他应该是提前就知道 因为我看猫城堡的装修应该是很有设计感的对吧 就是这些设计都是你自己就是那个做的是吗 全是由我一人设计的 这个设计这一块我的前合伙人是没有参与的 您想主张的损失都包括什么 包括房东的违约责任对我造成了这种损失 包括返还剩余的房租 还有搬家时候产生的这些费用 之前房东是否了解过您成租房屋是为了建设猫城堡 这个在我们租房之初就跟房东沟通过 我们这个房子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很大的改造和装修 而且未来我们是要在里边办公包括养猫咪 这些都提前告知过 房东那边也没有任何意义 包括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房东本人包括房东代理人都有亲自来过 当时他们都很认可 然后还给予了肯定 是否拖欠过租金 这个租金是没有拖欠过 第一年的房租就是我前合伙人去支付的 然后第二年的房租是我个人支付的 也就是说您个人也是以上打租的形式 已经向房东支付了下一年度的租金 是这样吗 是的 是在今年的5月11日支付的第二年的房租 这些我都有转账记录 而且我也告知了房东 即便告知了他之后 他依然还是不承认我这个成租人的身份 他依然是不承认的